哈喽大家好 我是涛哥 一个把电影当故事讲的电影解说 今天涛哥给大家带来的是 美国分段式恐怖电影 有胆你就看 本篇有四个恐怖小故事组成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故事 头发 故事开始 小美是一名美发店的美发师 这天天色已晚 店里已经没有了客人 但小美还是没有下班 她今天约了客人玉姐做头发 玉姐和小美是老熟人 一见面小美就按惯例 给玉姐倒了一杯葡萄汁 玉姐是边喝边做头发 边和小美聊天 她说今天之所以这么晚来 是要参加午夜老板举办的一个派对 自己必须看起来美美的 此时小美抚摸着玉姐的头发 陷入了沉思 也许是时间有些长 玉姐坐在椅子上睡着了 小美叫了她两声也不见回应 这时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小美先拿出了绳子 将玉姐给捆了起来 接着用剪刀将玉姐的头发 连着头皮一下子割了下来 惊醒后的玉姐疼痛难忍拼命挣扎 只见小美手起刀落 一下子就捅死了玉姐 画面一转 小美拿着玉姐的头发回到了家中 在她的家里还摆着各式各样的头发 接着小美将自己的头发盘起 露出了脖子上丑陋的烧伤的伤发 然后将玉姐的头发戴在了自己的头上 还不停着学着玉姐的口吻说话 我今天需要看起来美美的 说着说着小美就哭了 她以为得到贵妇的头发 就能得到贵妇的人身 可镜子里还是那个丑陋而可悲的美发师 故事到此结束 接下来是第二个故事 纹身 故事开始 萧帅在别人的眼里是个标准的宅男 他沉默寡言 平时也只有两个爱好 一个是待在家里发呆 第二个是趴在一家纹身店的玻璃上 看艺术哥给别人纹身 这天小帅到楼下的超市买吃的 看到超市的老板在炫耀他胸口的新纹身 那是一个凤凰的造型 一看就是艺术哥的杰作 画面一转 超市的老板步行回家 这时小帅突然冲了上去捅死了他 接着小帅用刀剥下了超市老板胸口的皮肤 迅速的回到了家中 随后小帅将自己胸口的皮肤也深深的割了下来 然后将超市老板的皮肤贴在了伤口上 再用针线缝合 剥了个去 这叫一个酸爽啊 干完这一切 小帅看着镜子中的纹身满意的笑了 接着小帅又如法炮制的干掉了一个人 将他腿上的纹身缝到了自己的身上 尽管伤口感染化浓 甚至有些腐烂 但小帅依然是乐此不疲 终于在一次杀人取疲后 小帅被警察给抓获 当时的小帅刚刚剥掉了自己的肚皮 故事到此结束 涛哥个人猜测 小帅应该是非常崇拜艺术歌的作品 但由于每件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 所以就想出了这么一个极端的方式 据为己有 接下来是第三个故事 盛宴 故事开始 男主是家知名餐厅的经理 今天的他特别的高兴 经过两年的申请 他终于被邀请参加某餐厅举办的晚宴 要知道某餐厅是所有大厨渴望到达的殿堂 男主从帮厨做到了主厨 又从主厨成为了餐厅的经理 付出了艰辛和努力 他的努力也打动了老板胡子哥 这次参加晚宴的资格 也是老板为其争取来的 男主高兴的将此事告诉了妻子汉娜后 就跟着胡子哥上路了 一路辗转 车子在一栋位于郊区的别墅前挺了下来 男主兴奋的跟着胡子哥走了进去 眼前的一切让男主眼花缭乱 今天被邀请的人数虽然不多 只有八个 但个个是餐饮界大师级的人物 有葡萄酒酿造大师 漂亮姐夫妇 日本料理师横田刚 米其林三星主厨游腻哥 还有知名美食博主小爱等等 比起他们 小帅感觉自己就是个小学生 生怕露雀 但大家对小帅倒是很热情 特别是游腻哥 感觉热情的有些过分 打招呼的时候还摸了一下男主的腰 难道这个家伙是wonderful 随后晚宴正式开始 男主小帅被请到了主座 这简直让他受宠若惊 在宴席上 大家一直谈论着烤肉的烹调方法 包括怎么挑选肉类 怎么保存会让肉类保持新鲜 男主听了后很长见识 但不知道为何 喝下一杯红酒后 男主就感觉晕乎乎的 最后直接倒在了地上 不省人事 等小帅再次醒来 发现自己浑身赤裸的 躺在了装满冰块的浴缸里 男主想起身 但腿上却剧烈的疼了起来 用手一摸全都是血 这时那几个大师走了过来 就像看动物一样看着男主 他们竟然研究起了 男主的哪块肉更加的好吃 接着油腻哥走了过来 拿起菜刀剁下了男主的几根手指 男主疼得晕了过去 等他再次醒来 身边站着的是胡子哥 他正准备割下男主胸脯上的肉 煎着吃 男主趁对方没注意 抄起冰锥扎进了胡子哥的脖子 男主强忍着剧痛站了起来 发现自己除了腿上和手上 一侧的肾脏也被人给割了去 这时胡子哥的电话响起 男主接起来一听 居然是自己的妻子汉娜 他竟然和这些人是一伙的 男主是怒不可遏 他来到厨房 抄起菜刀 连杀三人 其他人看到男主如此的威猛 正要投降 忽然一声枪响 男主应声倒地 开枪的正是男主的妻子汉娜 他叫嚣着自己饿极了 一会儿男主的肉烤好了 自己要先吃 故事到此结束 最后一个故事 地下屎 故事开始 精神病人西里哥 在几个看守的压解下 回到了自己儿时的老屋 他的主治医生眼镜叔告诉他 想要治愈 必须直面自己最恐惧的事物 说着就打开门 把西里哥给关了进去 其他的看守问颜镜叔 西里哥到底是什么情况 颜镜叔说 西里哥小的时候 经常和哥哥在地下室玩耍 但忽然有一天 西里哥的父母 发现他的哥哥死在了地下室 下体都是血 而西里哥则晕倒在一旁 后来清醒后的西里哥 说是有个怪兽突然冒出 咬掉了自己哥哥的那个玩意儿 大家自然是不相信 都认为西里哥精神有问题 而另一边 西里哥一个人在黑暗的地下室里摸索 他努力地告诉自己 过去看到的都是幻觉 然而这时 一个长得像巨型毛毛虫的怪物 突然从屋顶掉落 猛地突向了西里哥 画面一转 两个小时过去了 见西里哥这么久还没有出来 眼镜叔有点着急 他让人打开门上的锁一看 西里哥已经倒在雪坡里 死了很久 他的下体还在不断地往外喷着雪 故事到此结束 比起日本分段式恐怖电影 美国的就要简单粗暴得多了 好在他们一点都不在乎倔疆 怎么恶心 怎么残忍 就怎么来 总体感觉 第一个和第二个 还有点内涵 第三个故事虽然完整 但表演太过浮夸 至于最后一个 纯粹就是为了凑时间呢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给涛哥点赞和转发 如果你有想看的电影 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涛哥 最后当然也别忘了点个关注 涛哥每天为你解说一部恐怖电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提供